俄乌战争至今已经一个半月了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30国不断伸风点火 在4月1日外交部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瓦近日表示 北约布鲁塞尔峰会体现了北约成员国对美国的绝对忠诚 表明北约将继续对俄罗斯进行全面遏制 希望俄乌冲突一直持续下去 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张立坚表示 北约作为冷战的产物 本应在苏联解体时成为历史 上世纪90年代初 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 向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承诺 北约将不会向东扩张 哪怕是一英寸 作为乌克兰危机的时速俑者和最大推手 美国主导北约在1999年后的20多年里搞了五轮动扩 北约成员国从16个增加为30个 向东推进1000多公里 直敌俄罗斯边境 一步步将俄罗斯逼到墙角 国家道楼当地时间4月1日宣布 美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根据五甲大楼新闻秘书约翰·科比的声明 新一览子计划意味着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美国现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23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战争对美国来说是一大笔生意 美国美利坚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库兹尼克 支持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国家本质 从这个意义上讲 恶无冲突就是美国军工复合体 为疯狂敛财而精心炮制的最新作品